大家好,我的名字是Sophie,中文名字是鄭蘇菲,然後我是上Mathia高中的,有趣的是我家,我的家庭是開中餐館的。 你在什麼地方出生? 我是在美國出生,可是我小時候是在中國長大的。 那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因為種族? 確實有,因為我家人是開中餐館的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就收到電話就是問你有沒有賣那個蝙蝠湯呢? 或者是有沒有賣吃狗的吃貓的一大堆的鞋子。 就是故意用這種打電話來騷擾騷擾的這種電話。 對,就是說我個人覺得是因為我跟我家人是住在一起的嘛。 然後因為照樣我的爸媽就是每天都在上班差不多嘛。 然後如果我覺得如果不是特別特別巨大的什麼事發生的話,我會覺得不必要讓他們擔心嘛。 然後自己也可以擔心了。 然後呢,第二個原因為什麼很多年輕人不愛跟家長分享是家長的反應。 就是有一些家長反應就是說,你跟他講的話他們也就是說不太了解要幹嘛。 然後不知道幹嘛的時候你會覺得你講的好像跟沒講的沒差別。 嗯嗯。 我覺得我在這個 aspect我還是挺lucky的。 但是我覺得在我看到我這些朋友們裡面就是有時候這些孩子們就是想分享一些事情跟他父母。 但是父母听了这件事情,他就会跟... 我能先说吗? 好,Sophie,请说。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就问, 特别不是学生还有老师, 问你会不会空腹啊,你会不会卡拉迪什么的。 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不会的时候, 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不会,我以为中国人都会什么的。 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校车上嘛, 被那个一个比我大点的学生嘛,挑战嘛, 就说,就在学校里面他就挑战说我一大堆的, 不是特别好听的字吧。 然后那时候我中文,我英文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一来美国的时候是没学中文直接上学了嘛。 是。 然后后面所以我就生气了就打他一拳了, 然后后面呢,我下车的时候,因为我下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很难受嘛。 嗯。 然后没想到原来那个啊, 戈壁的那些同学已经告的老师嘛。 然后那告老师我就把校长拿过来, 然后我就是我没有什么惩罚, 可他那个学生说我的要对我道歉, 然后他的家长被叫进来说了。 ok。 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去communicate这些problems嘛。 如果你在什么, 比如说我以前在图书馆发生了这些事情, 但是我旁边有很多我好朋友, 我好朋友呢, 就是去帮我, 就是stand up for me, 对不对? 就是帮我, 就是站起来说这是不对的。 因为为我去发声,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学校, 你在学校, 如果你有一些旁边的学家人, 或者朋友, 他们一定要帮你, 为你, 帮你发出声, 不能就让你被欺负。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Well, I think Zach brought up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like having people 能帮助你。 so I think it's also, 我们得 also, we have to, when we see 帮助别人, 对, 对, 我们也必须得帮助。 你也必须stand up for other people, 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你的提醒。 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尽量避免就是说, 这种心态就是说, 少管闲事的这种心态。 有时候可能, 我们能够站出来帮助别人, 同样别人也会站出来帮助我们。